人群剛剛看到的是央視的文工 然後解放軍是準備武嚇 可是同一時間 美軍對於解放軍的進程進展 特別是最新的智庫揭露了 003航空母艦的完工時程 事實上可能比預期快 美軍事實上也確實高度戒備 那這次是美國的一個智庫 叫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他們其實拿了一個衛星照片 在作為分析 那我現在手上有這張的照片 我讓大家用這個方式來看 你會更為清楚 因為是他在這個分析裡面 他認為說你在這個圖 在這個這個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他的航母的這個艦島的部分 在這裡其實都已經做完了 那再就是說 從他的這個甲板上面的設置來看 其實過去在洞洞腰跟洞洞臉上面 你看到熟悉的這個滑跳式的甲板 就稍微往上前的這個 往上傾斜這塊 在這張圖上面事實上是看不到的 那給各位看另外一張照片 這個角度你會看得更為清楚 他看起來是比較平臺型的 所以他們研判就是說 在這件事情上 你看這個中島就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他們認為說 如果按照這個整體的構型來看 很有可能在洞洞山的部分 他已經不用所謂的滑跳式的這個甲板 而改用所謂的傳統的蒸氣彈射式 或者有可能是跟電池彈射會有關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上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一個新聞講說 中國大陸有這個所謂的殲三一 然後被拍到照片 那疑似是所謂的會改成叫做殲三五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示意圖 就是說你把它改成殲三五之後 某種程度上面來講以滑跳式的舊的洞洞腰 跟動物來講 沒有辦法讓這個所謂的殲三五 這樣的一個重型飛機起飛 那再加上在同一個同一個時間裡面 還有一個新聞 是他的空警六百 那也被也被發現到說 是不是他已經都做好了 在艦上的這樣的一個準備 所以很有可能對美方來講 他會研判 就在這些跡象裡面 他的洞洞山很有可能 其實最快的時候 有可能在明年二月就下水 那你知道其實下水的這件事情 他還開始必須要有些機艦的組裝 然後開始有戰系的整合測試 那完了之後才有最後到成軍 但事實上這件事情對美方來講 因為當這個中國大陸的第三艘的航母下水之後 代表中國大陸在亞洲地區 他有三個航母艦隊 那美國來講 他勢必要面臨到這樣一個挑戰跟威脅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美國說要把這個 所謂的第一艦隊 或什麼重新再組起來 而且把他的這個 看起來母港 是不是要跟新加坡方面作為合作 當然是希望去改變 就是說不要讓這個整個亞太海軍的軍事 或者在整個空軍軍事裡面 讓中國大陸作為改變 可是中國大陸在這幾年 其實不斷的造大船 他曾經有個說法 說他們這幾年造新船的速度 跟他的這個所謂的排水量 已經大過於整個法國海軍了 那這個其實當然代表性 就是他的萬噸大區 就講我們這個所謂的055型 那以055型來講 你現在畫面上面 是我看到的 事實上他中國大陸 他正式服役的有三艘 那現在看起來他的第四艘 就是我們講這個叫做這個延安艦 還有他的第五艘的這個所謂安山艦 很有可能在最近的時間 陸陸續續會下水服役 那其實過去 大家對於這個所謂的驅逐艦來講 在二戰的那個階段裡面 驅逐艦某種程度 是一種叫做支援艦 他不會做太大的噸位 可是後來大家就發現到說 以前我們講什麼戰列艦 巡洋艦 大家開始覺得這些角色定位上面 是有些模糊的 所以就把這個所謂的護衛艦從有這個 所謂的電戰功能 開始把它改裝 讓他具有類似有點 我們講全方位的這樣一個能力 那萬噸大驅 就是個055型 基本上就在這樣一個概念裡面起來 所以他的噸位數是一萬五千噸 他基本上都是走遠洋漁船型的 遠洋船型的那個 那所以你看到這幾次的 比如說包含到出海裡面 其實老共都讓他的這個055型 其實走出了這個所謂的河水的 這個河海的部分 讓他往深海 藍海的不方走 那他比較大的差別就是說 因為就他的這個設置來講 你像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除了有這個所謂的進破系統之外 其實他在這個萬噸大驅的 這個前方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他做了一個垂直發射器 那這個垂直發射器 其實就讓他的整個的攻擊能力 不再只是過去 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可能是進程的防衛而已 他如果透過他其實裝置適合的飛彈之外 他其實可以成為很好的對陸攻擊的 這樣一個一個船隻 所以他相同的來講 他就已經不再是以前我們講說 他只做這個船隻跟船隻裡面的資源 聯絡 甚至我只是幫你做這個護衛的 這樣一個概念 而是他已經告訴你講說 我本身可以做到防空 我可以做到攻擊 我甚至可以對於陸地也來做 所以對於美國來講 他當然會感受到的是中國大陸 在這一段時間 你不斷的把這些所謂的武器裝備一步一步的到位 甚至有一些還在研發當中的東西 是不是讓大家覺得說 中國大陸某種的他的科技 已經達到了一個階段 譬如說下面的這一張圖 大概也就在這一個月跟上個月 在上個月的左右 其實有網傳有講說 中國大陸疑似在研發 這個所謂的第六代的戰機 那這個戰機我還是講 就是說因為他沒有正式的公開 只是這個戰機你會發現到 這個圖如果微微想像的 就是拿各種方式來拼湊出來的時候 這個飛機最大的特別是 他沒有尾翼 也就在過去 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在旁邊的這個三角機翼的部分之外 理論上在引擎的後方 這個地方應該要有垂直的尾翼 可是這一架是沒有的 那在沒有的狀況之下 外界是推測講說 他如果是這樣 他沒有辦法 就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你的腳會踩墮 那墮就是讓飛機這樣子平行的 這樣子左右移 那我如果帶桿的時候 就會靠這個尾翼後面的那個部分 然後他會讓你的飛機可以急轉 左轉右轉這樣子 那沒有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他們認為說 如果今天這樣子一個衛星照 拍出來的為真的話 是不是他其實有一個向量噴嘴的技術 透過那個向量噴嘴的改變 讓他的飛機可以快速的往左移動 或往右移動 那以目前來講 現在軍事所用的飛機 理論上唯一是都還存在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被認為說 有可能是六代戰機 我們現在有所謂五代戰機 五代戰機其實有一個比較有一些的條件必須要達到 就第一個 你可能要有隱身逆蹤的能力 也就是不容易被偵測 第二個是你要有高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特別講 他有一個巡航的能力 是我們現在在所謂的四代戰機 通常都是在必要的時期 後攔器開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達到這個速度 那他是希望你在平常巡航的時候 就要有這個速度 那六代戰機某種程度 大家會認為說他應該更進一步 也就是他能夠搭配五人機 就在這段時間比較熱門的東西變成是我用無人機做我的中層療機 所以我單一架的有人戰機 我可以控制三架四架的所謂的我的中層療機 我要偵查的時候讓他去偵查 我要攻擊的時候讓他去攻擊 同樣的我被攻擊的時候 就有點像剛剛講鐵熊那個概念 我造價低嘛 我被攻擊的時候 我讓他幫我擋攻擊 那如果今天這些東西讓美方認為說 你中國大陸其實已經不是在空想的階段 而是進入到設計跟研發 甚至已經到了測試的階段的時候 美方會提出這一些的警訊 我認為這個是他有擔心的地方